大家请起立 请先面向郁老师 我们向郁老师行一句公理 我们向吴老师问好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上孙子兵法 以前老师上课的时候 这是以前下学社印的这一本书 孙吴兵法太公 六套 这个是以前老师用的书 另外一本比较会常用到的 就是这一个 十一家住孙子 我这个乱七八糟什么写 十一家住孙子 就是过去历史上有名的人 来祝这个孙子 第一个就是曹操 所以这本这个也可以参考 那当然这个 因为他的字比较 小一点 读起来就比较这个辛苦 但是他的好处是 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他举了很多实例 可以来做这个 参考 那这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就是 老师的讲义 上课过去的讲义已经整理出来 就是这个孙子兵法 这个 老师讲的非常的 浅显 易懂 白话的 整理出来的 这个也可以参考 我们当然是按顺序 上课是按顺序来 从第一篇这个实际篇 开始 开始讲 能讲多少 不知道啊 就是 尽可能的把他这个讲的完整一点 那最后上课留 十分钟 如果有问题的可以来这个 相互的这个讨论 来这个 这个切磋 好 这个是 那当然另外就是 尽可能的每一句话啊 甚至兵法每一句话 能够找到案例的 古今案例的啊 我就举例子 那当然不是每一句话都 容易找到 非常恰当的 这一个 案例 如果各位有想到更好的这个例子 也可以提出来这个 做这个 供大家来 参考啊 那我们今天是从史记篇 开始了啊 第一句话啊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 死身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这个 兵啊 不管是用 讲是兵器来打仗 这边当然是讲作战了啊 是国家的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怎么 怎么个大法呢 死身之地 存亡之道 他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生死 我打仗非死人不可 存亡之道 国家 存在还是 灭亡 所以呢 不可不察 不能不仔细的察 查的意思 我这边 把它注明出来啊 本意是 复审 就意思就是说我要审查又审查 这叫做查 审了一遍又一遍 这叫查 不是随随便便的看过去就算了 不是漫不经心的 是非常小心 仔细的去 审一遍 那还不止一个人去审 这叫做 查啊 所以他说 自上向下审是从上往下看 因为从高的往低的地方看你会看得比较清楚 啊 所以这边说是审定啊 明鉴你要非常的明鉴 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要做啊 那我们就 看看例子啊 前面说这个个人的死生啊最有名的例子 项羽 项羽多厉害 打仗的时候没人打得过他 刘邦也不是他的对手 项羽还曾经想要跟刘邦来单挑 我们不要两边打仗 死那么多人吗 我们两个人单挑就好了 谁赢的那天下就是他的 那刘邦要不要去不去啊 刘邦当然不去我我根本打不过你啊 我怎么去的对不对 就好像我要去跟吕布打一样 我怎么打得过呢 或者我要去跟项羽打 那么他青龙颜月招太厉害了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刘邦很聪明我不跟你打你要打 你打你用你的蛮力 我用我的头脑 来跟你对抗 但是最会打仗的下场最惨 最后该下之围 以后就他的故事下雨我们还会再提到 我们这边只只讲他的结果 被围之后跑到乌江 乌江 自吻而死 结果这个汉 汉军的这些 来 围攻的 我就从看到自吻了以后就冲上去七手八脚 一个人砍手 那个人就抢他的腿 我拿这个去 这个 邀功去了 向刘邦邀功 项羽多产最会打仗的 啊 立拔山西气概式的项羽 这个 下场最惨 刘邦不会打仗 刘邦怎么怎么会打仗 他只会找韩信去打 你要他自己去打他不行 那不会打仗的活得好好的当皇帝 那最会打仗的 被砍成肉将 这边说涉及到个人的死身 就要特别的小心啊 这个就是一个地图 当时打仗的这个地图啊 绿色的是项羽 红色的是刘邦 啊 那中间这个圆圈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就是该下 最下面这边啊 就是乌江 就是他自吻的这一个 地方 这个这个图很多 各位可以自己在网络上啊 找出来 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这个个人的死身影响非常大 那当然不只是项羽一个人死 想想看这个楚汉相争死了多少人 都不都没法统计 不知道是几十万还是上百万啊 打这么多年的仗 项羽光是把张寒的军队坑了 就是二十万 啊 所以随便说啊 死了个几十万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好 那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 德国完了 对不对 德意志帝国没有了 奥匈帝国也没了 俄罗斯的罗曼诺夫也没了 俄罗斯 1917到18革命嘛 变成苏联嘛 所以原来的沙皇 所谓的沙皇没有了 整个崩溃了 奥图曼土耳其也没有了 四个帝国全部完了 第二次世界上打完也一样 欧洲完了 新的霸权就起来了 就是美国 啊 所以这个仗打下去 对国家的这一个 这个 新亡影响非常的大 啊 本来世界上的霸权 最大的是谁 大不列颠啊 英国 英国是最大的 最强的 英镑是不得了了 是世界上的通货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美元 欧元也不行 欧元现在扁得一塌糊涂 啊 在第二次世界上 大战要打完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在1944年 开了一个布列顿森林会议 就是决定美元跟黄金的比例 一样是黄金等于35美元 当时啊 去谈判的英国代表 就是凯因斯 中国也有派人去啊 那时候中华民国有派人去 凯因斯希望英镑将来 还可以维持一个地位 一个霸权的地位 可是罗斯福一口就拒绝 因为英国希望 我英国以前的鼠地 还是用英镑啊 让我英镑才有地位 用的人越多地位就越高嘛 美国根本一口拒绝 没有人会客气 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来跟我讨价还价了 完全没有 所以大英帝国就完了 越来越没落啊 所以以后有机会再说啊 因为最近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金融 金融的现象啊 很有趣啊 这个包括欧元扁的跟北元一样了 英镑大概剩下35 大家就可以查查看 英镑以前高的时候 跟台币来对的是60啊 现在几乎扁一半 台币也在扁啊 一般估计要到31.5啊 看看要快的话 其实也很快就会到啊 好 第三个例子拿破仑大家都知道的 拿破仑欧洲的霸权 大家都听他的 因为都是他打下来的 结果在1812年 他带兵去打这个俄罗斯 6月出发 10月就回来了 不到半年 去的有60万 回来的多少人 我看的几个数字说法不太一样 这个是比较宽的说法 所以回来的人是十分之一 那就是大概还有6万 我看有的数字说不到2万 那不管是2万还是6万 蹭下来的人非常少 打完了之后 拿破仑完了 被放逐到小岛上面去 这么厉害的一个会打仗的 不可一世的英雄 一次打输了就全部垮了 只有一次 那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我在东山再起 到后来还想东山再起 一下子又没了 没机会了 垮下去就没有机会 都不要幻想 我还有第二次的机会 没有 我们以为的事情通常都不存在 所以春泽兵法一直叫大家 不要随便打仗 兵家没有主张大家去打仗 而是说不要打 你没想清楚之前千万不要打 因为每个人都会以为我会赢 谁会认为自己输呢 你以为的时候就是你输的时候 下面这个图 这个是那个好像是一个法国人画的一个图 就是拿破仑带兵去打仗 左边就是出发 右边就是到莫斯科 那个黄色的线带兵出去那么多 越到后来这个人就越来越少 这在网络上都查得出来 可以查得出来 下面的黑色的是从那个莫斯科回来 回来越看到左边越来越细 越细的意思就是人越来越少 它下面还有温度 就是因为冬天太冷 这个法国的军队受不了 如果法国军队说法国还在欧洲 还纬度比较高一点 如果台湾的兵去都早就更受不了了 死光光 因为你是在这个温带热带气候 你到那个寒带去根本无法适应 那当然问题是说 拿破仑为什么要去打俄罗斯 是因为他的大陆封锁政策 他当时封锁英国 但是俄罗斯私底下跟外面做生意 走私生意 那拿破仑知道他不打败俄罗斯 他的大陆政策没有办法贯彻 所以他去打这个俄罗斯 但没想到这一仗打输了 全部完了 最后我们到这一篇的 讲这个谋的时候 讲妙算的时候 我们再倒回头去想 妙算一大堆人在算 那为什么算到最后都输了 这些人不是呆子 为什么算到最后输了 这个是莫斯科 卫国战争的博物馆的外面 这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出来 这个里面就是陈列 贵国战争不止这个拿破仑 后面希特勒也是一样 他这个里面有一个车子 就是当时法国运送这个食物的 那个车子 粮食的那个车子 各位可以上网络去查看一下 好 第二句话就是 故今之以武士 教之以祭而所齐情 一约到二约天 三约地四约降五约法 这句话 我把它称之为 用现在的白话来讲 这是打仗前的标准作业程序 SOP 我要在打仗之前 要先做什么呢 经之以武士 然后五件事 道天地降法 教之以祭 祭老师说 什么叫祭啊 以前老师上课都一直讨论几个字 什么叫祭 十个人说叫做祭 一个言嘛 一个旁边不是一个识吗 意思就是说 当然不一定是十个人 是好几个人都在出主意 就叫做祭 谋是一个人出主意 某人之言 叫做谋 战国策的策是写成书了 很完整的 那个叫做战国策 因为以前是写在那个竹简上 还有油 而有加谋加油 入告尔君于内上书的 油 诗底下讲的 而且是大的方略 叫做油 这几个字是不同的这个意思 我下面打的这几个字 夫武士既知其极异 是从这本绿色的书 绿色的书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比较蛮清楚的 为什么要考虑这件这些事情 他说夫武士既知其极 而与比己胜负有未定言 你我的胜负还不知道 然又必及此武士而加量之以七极 要根据这五件事情来讨论后面的七个计谋 而探索趋近乎比我之形状 我要尽量探索 你跟我的情形是什么 事故以恩性之厚薄 谁为有道与否 你对你的部下有没有恩性 你国家是不是有道 什么有道 我们待会再说 因为越抽象的字越难解释 可是第一个就是道 到底什么是道 待会再说 以才智之偏权 叫比己之将 谁为有能与否 那我们得比比看 你的总是令厉害 还是我的总是令厉害 我要比较一下 大家谁比较有能力 所以有一个是将 以天时地利 叫比己之得失 天时地利 对谁比较有利 刚才讲的拿破仑 俄罗斯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的土地很大 两次 这个俄罗斯 都是用这个方法 我地方大 就用土地来换时间 对希特勒 对拿破仑 都是如此 你军队进来了 我就撤 我把整个城 全部烧掉 你什么都拿不到 焦土抗战 什么资源都没有 你要资源就从后方送 成本太大 成本太大 所以天时地利 那天时地利 每一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我在沙漠里面打仗 是沙漠里面的打法 我在阿富汗打仗 都是三地 那是三地的打法 我在越南打仗 很多雨林 我是雨林的打法 那都不太一样 都不能一概而论 以法度号令 叫比己之从位 我的法度号令下去 我的士兵听还是不听 不是下命令就听 你下完命令 说不定军队都跑了 我们后面 待会就举例子 唐玄宗的例子 不是下命令一定要听 因为打仗是要命的事情 那不是开玩笑的 又不是去喝酒 吃饭 要命的事情 谁一定要替你去卖命 你的银子给的比较多吗 还是你平常对我很好 我感激你 我愿意去 且教父两国之兵重 谁强 是你的兵强 还是我的兵强 两国士族 谁练 谁输 谁的军队训练得好 谁的军队 是少爷兵 37度就不可以出操 不到37度不行了 两国赏罚 谁名 谁命 赏罚清不清楚 你赏罚不清楚 平常大家不讲话 因为讲了会被证 可是等到打仗的时候 我就不认真打了 你找那个拿到好处的人去打 没好处的就不出力了 平常看不出来 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 所有结果都来了 好 我们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经原始的意思就是直线 经伟是横的线 所以以经邦国 这是周理天官里面的 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这个大家都读过 典论论文里面的 所以经是什么 衡量治理的意思 我要衡量这五件事情 经之以五事 我要衡量五件事情 哪五件事 道天地降法 道天地降法的内容 我们待会再说 叫原始之意是什么 木求有以和人之意 你们看电影 古代电影 那个犯人不是套一个 木做的夹子 中间是圆的 然后两个手摆在这个上中间 那这个叫的意思就是 刚刚好合乎你的这个大小 严施合缝 这叫做叫 所以叫的意思 意思是什么 计较检查考核 我不是随随随随随随随便便的在考核 我是非常认真的考核 我不是随便做的 经之以五事 教之以计 这句话 可能不同的处 有不同的解释 我的解释的 方式的内容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经之以五事 这是一个标准 我们说好 每个单位下去讨论 五个标准 因为你总要有个标准 让大家下去讨论 但是每一个人 提出来的对案 不一定一样 对不对 各单位提的对案 也不一定一样 所以大家要去叫一叫 每一个单位提出来的对案 我还得比较一下 比如说今天五个单位 这五个单位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可能一样 可能不一样 行销的看法 跟生产单位 可能是不同的 生产跟财务 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还得仔细研究一下 各单位的看法之间 有没有差异 有没有高下之别 提出对案 有可能是很蠢的办法 那不是每一个都聪明人 这是一个标准 我要这样做 但是大家要知道 人的智慧是有高低的 见识是有不同的 我虽然同样做这件事情 可是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是不一样的 聪明的人做来的结果 跟那个不聪明人的结果 不会一样 记 原来的意思就是 会合多数而合算之 意思就是说 你有意见 他有意见 我把所有的东西 都会合起来 再比较比较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谁好 谁差 因为开会 以前你们各位看过历史 也都开育权会议 不会只有一个人发言 都好几个人发言 文成有文成的意见 武将有武将的意见 是该打还是该降 一定吵得乱七八糟 最后还是要那个 最高领导来拍板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记是根据 大家不同的意见 最后还得再衡量衡量 今天有五个人提了五个记 说不定里面有两个 一样三个不一样的 那我们还得把这四个 再去比较一下 看看谁的记比较行 谁的记比较差 所以韩非里面说 记者所以定是 汉书宽通传 记者存亡之机 宽通就是什么人 要劝韩信 要起来造反的那一个 叫做宽通 可以去查一下 所以记是谋律 是筹策的意思 索其情 索是什么意思呢 原始意思是戳那个绳子 我把那个草给它戳起来 叫做索 那在《易经细史》里面 有探移索引勾身致远 所以这个索的意思 是很认真的探求 叫做索 不是随便看一眼 是要很仔细的去探索 去研究 不可以掉以轻心 这叫做索 情是什么 我要索什么情 我要索敌情 索人情 我索情有没有索对 我刚才说 我老是以为 别人是这样想 可是你就想错了 他就不是这样想 你以为他这样想 他就不是 后面讲很多 孙子兵法的记 他的情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造假 对不对 我强 我是的弱 结果你以为我弱 其实是强 那你的情就看错了 刘邦去打 莫毒残余的时候 就这样子 派了好多人去看 都说 这个匈奴很弱 可以打 只有最后一个楼镜 说不行 刘邦说 每一个人都说可以 为什么 就你说不行 把他关起来 就后来去打 结果怎么样 输了 人家就是故意示弱 所以我说 这边你要去了解 这个情 为什么那么难了解 因为那个情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你不知道 他可以是真的 也可以是假的 间谍不是天天在玩 这个 不要举那么久的事情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联军 这个盟军 在诺曼地登陆之前 也放假消息 让德军 以为 联军 不是在诺曼地登陆 是在靠北边一点的地方 所以德军 就把军队都调过去了 诺曼地 那边留下来的军队 就很少 我记得是 十个石在那个地方 他如果摆 三十个石 可能就没这么好打了 所以你 为什么说 这个情很重要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情是真的 还是假的 诈骗集团不是也是一样吗 告诉你的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都是真的 就不去了 我如果先告诉你 你业绩没有达成 就割掉你一个圣 你还去不去 你不去 他一定不告诉你 他告诉你的都是骗人的 说出来的都是好听的 摆在后面的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情很难 我说为什么这边说 索其情 要认真探求那个情 是真是假 所以刘邦派那么多探子去看 匈奴 能不能打 结果都错了 只有最后那个是对的 可是对的又没听 麻烦在这里 所以待会还要讨论这句话 我好的主意都告诉你了 可是偏偏你最后没听 你那个领导人接受的是 最烂的那个建议 那你要怎么办 大家天天写文章 你就不看了 你不相信啊 那最后怎么办 没办法 我们待会待会再看 行 所以简单讲 到天地降法 大概是政治的层面 天是自然的环境 当天还有 我还把它扩大一点解释 是整个世界的那个趋势 社会的趋势走向 地 地底的环境 降人才的培养 法 你各方面制度的安排 我们待会还要看这个内容 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背后的意思是很多的 为什么是互动关系 没有道 怎么会有将 没有道会有法吗 没有 为什么说没有道就没有将 你们再想一想 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 连婆为什么后来不被用 为什么派那个赵瓜 去打了那个长平之战 因为后面的那个君主不行 那个领导的人中计 秦国派人去离间 说这个连婆太老了 他就不敢打 我们最怕的就是赵瓜 赵瓜的君主就派赵瓜去了 结果赵瓜一去全完了 长平之战40万 最后只放回来240个人 其他全完了 40万要杀很久 那么以前是一刀一刀的杀 不是像现在一个炸弹下去都完蛋 所以我说后面没有 你要是没有那个道 你怎么会有那个将 不会有那个将 赵国把自己的那个将换掉 两次都是同样的理由 理性也是被换掉 为什么 因为全国那个旧的计谋又搬出来 又去散播谣言 说理性不行 结果赵君又把他换了 你都把自己大将换掉 你还要去打什么仗 就没有将了 你留下来的就只会拍马屁 一般吹牛的 我能打 嘴巴上能打有什么用 明天打了就死光光 所以我说没有道就没有将 吴子虚也是一样 对不对 蒙田也是一样 赵高理师就下个假的道书 刺死 对不对 自杀 跟那个扶书 蒙田两个人都去自杀 你说你很会 蒙田是把北疆 秦朝北疆把匈奴都赶走的 就是他 那你自毁长城有什么办法 等到你会打仗的将都没了 你后面增加的就是 饭桶 你打仗就飞输不可 所以没有道怎么会有将 没有将 岳飞不是也是一样吗 元崇焕啊 明朝的雄庭壁 元崇焕 大家都知道的 也是同样的方法 所以我说没有道就不会有将 没有道也不会有法 因为他根本不想守法 我为什么守法很辛苦 守法就不可以贪污 那你不能贪啊 可是大家就想贪啊 大家想一想啊 就孙子兵法读完了 你们觉得什么事情是最难学的 等到读完以后 请大家想一想 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地方最难 我有我的答案 你们可能有你们的答案 什么东西最难学 看起来很简单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最难学的是什么 我又要 要用力去骗对方 可是我又要避免 被人家的力所骗 难不难 我一定要引诱他 可是我要避免被引诱 很难啊 谁不希望 黄金白银啊 美钞对了一点 我一天到了 想用这个去勾引他 可是我自己要避免 多困难啊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孙子兵法 你要学 你说你学会了 真正学会了 什么地方最困难 每个人举个三条出来啊 等到我们最后上完课 大家提醒一下 看看我举一条 我认为这个很难 我要骗他 可是我要不被骗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别人可以被骗 你也可以 有可能被骗啊 夜路走多了 总要碰到鬼的 好 这个是我说 道天地降法 五个 是有互动关系的 好 在分析的过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的资讯 客不客观 正不正确 你的资讯不能是假的 你不能指路为马 糟糕不就指路为马吗 你指路为马以后 底下报喜不报 大家都知道吗 在职场待过的 你都不想讲 你老板不想听的话吗 可是你 不想听的话 可能是真话 想听的话都是假话 如果大家都讲假话 那老板怎么做正确的决策 如何有正确的决策 如果我们前面讲的 精之以武士 教之以计 你的计里面 水分很多 乱七八糟的 你自己的私心在里面 故意不害你老板垮掉 或者你想害另外一个派系垮掉 你的那个计根本就 不是正常的计是害人的计 这历史随便翻一翻一大堆 对不对 所以计 你怎么知道你的计是可靠的 我说必须要有条件 它必须是客观的 没有隐瞒的 那才是提出来的计 才是可以听的计 对不对 如果是主观的 你那个计 根本不能听 因为它根本就是害你 好 最后判断 那一个判断的人 最高领导 拍板的人 管理学里面 大家都知道 刻板印象 月韵效果 对不对 意思就是你不能有主观 我喜欢什么 我就觉得他是对的 我不喜欢的 就是错的 你不喜欢的那个才是对的 你喜欢的那个是错的 跟你一样的那个想法是错的 跟你不一样的想法才是对的 就糟糕了 所以最后判断的时候 要没有刻板印象 月韵效果 这是多难的事情 我们后面待会会举例子 举一个袁绍的例子 为什么袁绍每次选择都是错的 别人跟他讲了一大堆好主意 可是他最后通通选的是错的 这很怪 其实我们不是在讲孙子兵法 大家读完孙子兵法回去想一想 我是曹操还是袁绍 为什么我每次做决策都变成袁绍 都是失败的那一个 明明有对的摆在那里 你就听不进去 那这个孙子兵法再讲十遍 你还是袁绍 你得自己改变你自己的那个想法 所以老师以前上课一直说 你们要自己先修自己 没有修好是不行的 是没有用的 年轻的时候听不懂 等到年龄到了 有一点惊艳的确实如此 你没那个智慧 给你黄金 你当成垃圾 给你垃圾 你当成黄金 我们待会 待会我会举那个 袁绍的例子 这个例子 三国字里面都有 大家回去可以去翻来看 所以我问 为什么好的计谋 往往没有被接受 刘邦有什么了不起 大家去看一下 高主本纪 刘邦一不学无数 他也没念过书 他不要说博士 连学士都没有 可是他为什么 每次人家给他不同意见的时候 他一听 A是对的 就根据这句说 他选的都对 这很奇怪 这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 我们不要问别人 我就问自己 我选择的时候 是选择对的那一个 还是错的那一个 如果我每次都选错 那就赶快回家检讨自己 为什么选错 那就怕你不检讨 都怪别人 都是你错 都是你害我 我们待会看 好 曹操 这个在三国志里面有 曹操批评袁绍 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 无知少知为人 自大而自小 自相很大 可是智慧很小 我每次看这个话 我就在想 我自己会不会是这样的 自大自小 自相很远大 想得很远 很美好 可是自己的实在 是没有那个智慧 没那个能力去做 这叫自大而自小 射力而胆薄 外面看起来很凶悍的样子 可是胆子很小 即刻而少威 即就是那个嫉妒 嫉妒别人成功 但是自己又没什么威严 兵多而分化不明 军队很多 分化就是组织 组织指挥不行 将交而正令不一 那个将领很骄傲 不听上面的指挥 所以史记篇有说 如果将不听的话 就把他赶走 我们后面就会读到 这一句话 土地虽广 粮食虽丰 世主以为无奉也 这些都是来送给我的 当礼物送的 大家要想一想 曹操为什么那么厉害 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把袁绍一个人的个性 刻画得如此的明白 如此的清楚 我们有没有办法 用很简单的话 把袁绍说清楚 当然重点也不是说别人 想想自己了 我有没有犯这个毛病 自大而自小 设立而胆薄 即刻而少微 兵多而分化不明 你的组织结构不行 组织结构很重 我们后面会讲到组织结构 为什么组织结构很重要 现在的管理学的说法是 组织结构是支持你的策略 你的策略不一样 我的组织结构 长得就不一样 所以现在不是这个军队 到底要怎么这个编 编组不是很大的学问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以前是师 现在是连兵旅 连兵旅旅 又有坦克车 又有大炮 还要有这个陆军 是不是还有飞弹 不知道 明天还要配无人机 你那个组织结构 要长成什么样子 那当然随时在调整 调整的目的是支持你的策略 所以我说曹操把袁绍看别人 袁绍不得了 当时去法董卓的时候 十八路诸侯 曹操是盟主 他的背景是四四三公 传的四代 都当三公的这个位置 最高的政府里面 最高的位置 可是没有用 真要打仗的时候 袁绍一点用都没有 你这些背景都帮不上忙 你富二代富三代通通不行 你是饭桶就是饭桶 现在不是在吵什么正二代吗 都不一样 他不管你二代三代 你可以捧上去 但明天不代表你有能力 吃笔之战前的时候 周瑜的分析就很简单 对孙权分析 因为当时东吴在考虑 打还是降 这很麻烦 打还是降 文臣都主张降 武将说要打 只有周瑜看出来 问题在哪里 现在天气很冷 马没有草可以吃 驱中国势众 远射江湖 不惜水土 北方的兵不习惯水战 毕生疾病 是用兵之计 鲁树也私底下去跟孙权讲 他说其他的人都可以投降 只有你不行 孙权说为什么 他说别人投降了 还有官做 你孙权投降了 做什么官 你没有官做 只有你不行投降 这个也是一针见血的话 对不对 确实你坐的位置很好 但是你就是不能投降 好 下面官渡之战 前面袁绍的人生 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很多 没办法讲完 官渡之战 有四次机会 四次 袁绍全错 我每次看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 四次里面 好歹我也对个一次两次 对不对 我不要四次全错 可是袁绍就四次全错 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每次都在问 大家自己回去想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次 袁绍要出发前 田丰 劝袁绍从后方来偷袭 曹操 打仗不一定面对面 我绕到你的后面打 与于为直 纯子兵法里面 后面会讲到 与于为直 什么叫与于为直 直线虽然最近 但是直线要硬碰硬 这个很麻烦 我绕到你后面去打 出其不意 袁绍说什么 我儿子有病 不能去 前锋 举仗 极地 遭难遇之机 而以婴儿之病 失其慧 以儿子生病当作理由 失去这一个机会 可惜 他一定气得脑冲血 又中风倒下来 有没有人出主意 有 好主意 可是袁绍不听 我刚才说 有好的技 但是你的领导者 根本不听 你这个技没有用 张良聪明 要是刘邦不听 那张良讲的也是废话 诸葛亮讲话 如果刘备不听 诸葛亮也是废物 这种经验 大家都会有 你有好的意见 不代表领导一定接受 好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袁绍进军黎阳 在河南 派大将 严良 他不是有两个大将吗 严良文丑 对不对 据攻打这个留言 祖寿 他又另外一个谋臣 又劝袁绍 良性促辖 虽骁勇不可独任 他对这个大将的个性 很了解 这个人呢 严良这个人的个性 很促辖 很急促 这个心胸很狭窄 虽然很会打仗 但是靠一个人不行 你要派的其他的人 跟他搭配 袁绍不听 曹操救援 刘延 斩 延良 好了 大将完了 又被砍掉一个 下面再就砍 砍另外一个了 第三次 袁绍的另外一个大将 文丑被杀 援京震动 因为两个大将都完了 延良文丑都完了 祖寿又说了 北方军队数量比较多 但是果尽不如南方军队 南方的粮食少 货物财宝 不如北方 南方呢 军队数战 数绝对他有利 北方军队 利于慢慢打 就是我慢慢打就好 我跟你拖延 我干嘛要快 我粮食多的是 吃不完 曹操没有粮食 他三天就饿肚子 二三天军队怎么打仗 不要说二三天 二十四小时 你路都走不动 对不对 血糖不足 腿都软了 我们适合打持久战 拖延十日早 不要急啊 袁绍不听 自己的优势不会用 一定要用自己的弱势 第三次不听啊 第四次 曹操与袁绍相持 盛酒缺粮啊 有的人就劝 你要投降啊 劝曹操要投降啊 打不下去了 没饭吃啊 袁绍派 陈于穷啊 帅兵护送运粮啊 祖寿又劝这个袁绍 派另外一个人讲旗啊 帅一支军队啊 断绝曹操 操略军粮 他担心曹操会来 操我的后路 操我的粮草 大本营 粮仓要是被 对方操了 我就完了 袁绍还是不听 结果袁绍在乌朝的军粮 大家读过 三国演义都知道 一把火被烧掉 这两朝一烧 好多将领 就投降了 一看没指望了 张和就是在这一战 投降去的 投到曹操那边去了 结果 关渡之战 袁绍输了 曹操是以少胜多 军队人数少 粮食少 但是把袁绍 打垮了 孙子兵法讲这叫什么 重寡之用 对不对 多有多的打法 少有少的打法 曹操就会 可是袁绍不会 他多但他不会用 多了也没用 再给他一倍 还是输 所以我说 每次看这个 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袁绍听进去的 都是错的 他不是没有谋成 他有 可是他这个计 别人根据标准作业 流程做出来的计 袁绍从中不听 所以有计跟没计是一样的 你做完了没用 因为你的长官不听 你长官听了最烂的那一个办法 好的 丢到垃圾桶去了 那怎么办 历史上众人很多 项羽不是也是一样吗 鸿门宴不是同样的例子吗 我们待会还会再谈 这个就不讲了 这就是那个关渡之战的地图 这个关渡在这个地方 绿色的是袁绍 从北方下来 许都就是这个曹操的这一个首都 在这个地方红色的上去 所以他绕到后面 把乌朝这边的粮草给他烧了 袁绍的军队就垮了 就逃回去了 后来这个袁绍吐血而死了 一定窝囊的要死 回去气的要死 吐血也没用 来不及了 好 那下面了 这个要开始讲这个道 是什么 什么是道了 这一段话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 而不畏畏 好 我们只念第一段 后面的天地 待会再说 道是什么东西 能够让老百姓跟上面同意 同是什么 我这边又把它写出来 你讲的话跟我讲的话是一样的 叫做同 我说一 你也说一 没有差错 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他这边说 同是和会 彼此相近似相吻合 那个叫做同 同多困难 为什么要同 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 不是普通的 不是说 今天这个喝酒吃饭 钱谁付 这小事多付一点 少付一点 算了 这要把命摆到桌上去的 赌的是命 你要赌吗 你要别人跟你赌这个命吗 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 而不还不怕危险 前面看的是刀是剑 哇待会一下子 那个一万只剑射过来 全身都是窟窿 你要 你不怕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是喝酒吃饭 是要命的 要同意 才能做到后面的这件事情 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没有那么 那么单纯 不要说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 有一点危险 你都跑了 我们跑得比谁多快 谁冒险犯案 不是开玩笑吗 好 意思什么意思 见解 想法 你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 是一样的 以己之心 察人之言语 我就可以了解 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这个叫做意 你想的就是我想的 叫做意 所以同意 是你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 就是你的意思 多困难 这字很简单 两个字 你儿子都不听你的 讲实在话 你女儿听你的吗 你听你爸爸的吗 也不听啊 这都不听了 那外面的谁听呢 怎么会听呢 怎么可能同意啊 明天还要冒险 犯案呢 不是开玩笑的事 所以在 孙子兵法行篇里面说 善用兵者修道 而保法 故能为胜败之正 我要修道 保法 我才能在我的后面 做的是什么 胜败之正啊 我的正已经决定 我的胜败了 根本不用打 我已经决定了 你那个正乱七八糟 你还打什么 糟糕在那个里面乱搞 为什么秦国军队 不是不能打 张寒也不是不能打 但是后来张寒 为什么投降项羽 因为另外一个将军 叫司马兴 司马兴到关中去找赵高 赵高都不见他 后来司马兴就回来 回来他还绕路走 他不敢走远路 因为怕赵高派人杀他 果然赵高后来派人去追杀他 但他走了另外一条路 没找到 司马兴见了张寒 就说打赢了 没有你的功劳 打输了你倒霉 张寒听一听 有道理投降算了 你后面的证 根本就已经不能打了 不要看他很嚣张 很厉害的样子 糟糕害人多厉害啊 你会害人的 我会开溜啊 我有两条腿可以跑啊 所以为胜败之证啊 后面的那个证 已经决定你的胜败 根本不用打 就已经知道 赢还是输 孙子为什么那么聪明啊 我们看老板丁还没看懂 结果他 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个原则讲得那么清楚 啊 这个很不容易啊 好 这边一直讲同意啊 儒家 大家都在讲同啊 不是兵家 儒家 已经很多人读过同仁卦 我不是要讲同仁卦啊 我讲名字 就大家看一看 有一卦就叫同仁 同仁于也 同仁于门 同仁于中 同仁于交 到处都得同啊 你不同谁跟你去打招 最后断转说 为君子能为通天下之志啊 我能通大家的志 所以我才能够同仁啊 因为通志 所以才能够同仁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我要是都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谁可以通志啊 我不是要讲这个 这个大家自己回去翻译经 同仁卦 我只是举例子 不是兵家这么讲 先情各家都这么说 儒家这么讲 我后面举了一个例子 是那个林肯的盖茨堡的那个演讲 这是在1863年 就是南北军打仗在这个小镇打的 死了很多人 留下7000具尸体 把那个尸体在战场上发臭 才7000就发臭 受不了了 当地人受不了 就弄了一块地啊 17英亩去埋葬 才几千 长平之战40万 那么要臭成什么样子了 想想看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 那不是整个欧洲都臭 对不对 没错吧 这个才7000啊 7万 70万 700万 还不止70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是不止这个数字 是几千万啊 这是一千倍都不止啊 后来林肯啊 这个成立了之后 他就去演讲 这个演讲很有名 只有272个字啊 但是最重要理论的三句话 大家都记得就是这三句话 为民所有 为民所知 为民所小 有没有 大家都记得这三句话 其他都不记得 他为什么要去演讲 因为这个战争死很多 因为南北战争好像是那场战 美国死了大概是65万 那场战死很多 因为当时美国人不多啊 死了65万 所以他干嘛要弥合南北的这一个裂缝 他要出去讲话 所以这个演讲 你要想办法怎么去同人 就是比较现代的例子 好 儒家怎么讲 儒家的政治怎么讲 我就大概简单念一下 大家都应该都念过了 正者正也 只率以正属感不正 你不正的话 谁要听你的 谁要理你啊 所以儒家一开始就讲正啊 这个正很重要 其身正不令而行啊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你做的不正啊 下命令 别人也不一定听 或者表面听 骨子里不听 能够转过身来 就要出其他主意了 都是这样子吧 组织里面不是这样子吗 那个长官在的时候 是是是好 长官一出门 马上就开骂了 不都这样干了 大家都有经验嘛 孔子说 无为而至者其顺也于 夫河为灾 攻击正南面 所以一直讲正啊 一直在讲正 我就举这个例子 唐玄宗天保十四年 安禄山造反 因为他要兼三个节度使 在这个东北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北京这一带 有三个节度使 大家都读过长恨歌嘛 鱼羊皮股动地来嘛 对不对 因为鱼羊是其中一个啊 玄宗就 逃了 走到马收坡这边的时候 军队不听话了 因为军队也想 我走了 我的家小在长安城 我怎么办 我的老婆小孩 在没有跟着走 谁要跟你走 你可以把这个儿子女儿 什么兵妃都带着走了 我没有 我干嘛要去 平常不敢发怒气啊 因为你是皇帝啊 谁是宰相 当时宰相是谁 杨国宗 他的妹妹就是杨贵妃 他们就把杨国宗杀了 杀了杨国宗 放不放心 不放心啊 因为杨贵妃 天天跟着你 你这个唐玄宗 要天天说坏话 那我怎么办 所以杨贵妃也不能活 不晓得是上吊呢 还是把他这个勒死了 反正就完了 你当皇帝都不行啊 因为没有同意啊 你跟上下没有同意啊 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额眉马前使 大家都念过的 白居易的长奋歌 回去再查一查 平常六军不敢违背唐玄宗的意识 因为你是皇帝 因为你是皇帝 待在 长安城的 皇宫里面 可是现在对不起 现在是荒郊野外 你没后援了 你还要靠我保护我 我不保护你怎么办 我干嘛要保护你 大家一定生气 你这皇帝为什么乱搞 唐玄宗也是不得了的皇帝 前面的一半 那个是非常英明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历史 他前面也是靠政变 夺得了这个皇帝位 是不得了的 这个人生不太一样啊 有的人是前面不好 后面很好 有的人是前面很好 后面一半不行 从头到尾都好的不多 大家去看一下 坦白讲 这是在江湖走三十年 你要都是始终如一啊 这个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老子为什么说 要保持那个赤子之心 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他也知道 你没办法保持 你可以保持三天 五天都很难说了 所以老子知道 事情必然会有变化 因为你人就变了 所以事情怎么不变 因为他知道你做不到 所以就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上下同意 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今天要我抛压弃子 因为唐宣宗要跑到 当时还争论 他想去四川 觉得跑到四川比较安全 那边都是三二二党的 后来太子没有跟着他走 跑到往甘肃那边走 后来这唐宣宗就退位当太上皇了 他的儿子就去来 这个即位来打仗了 那唐宣宗错 后面我们也会举例子 是在这个 摇寒之险那个地方 唐宣宗是派那个一个 哥苏汉在那边守着 守同关 安禄山军队打过来 哥苏汉知道他的军队 打不过安禄山 所以坚守不动 可是呢 唐宣宗听了杨国忠的话 一定要他出去打 跟这一个连魄一样 哥苏汉最后没有办法 因为皇帝圣旨 这次杨国忠在旁边出主意 要他赶快去打 最后开门要去打仗 这个哥苏汉 抚阴痛哭 知道出去就完了 果然出去打就输了 输了就没了 军队安禄山就打经同关 然后就直接到长安来了 所以孙子兵法里面讲 你懂得三军之刃 你才可以去指挥 你不懂你就不要乱指挥 孙子兵法都讲了 为什么那么聪明 那么早就已经把这些事情 可能变化都看清楚了 后面我们一定会读到这句话 知道可以进才进 不可以进就不要进 那问题是什么是可以 这个很难 没办法拿标准告诉你 他知道我这个打一定输 因为什么 前面讲的敌情人情 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我非输不可 可是后面指挥这个 那个人不知道 因为指挥的是混蛋 那没办法 哥苏汉哭也没用 最后还是打输了 输了就是输 他知道他的军队 打不过这个安禄山 那天天喊打喊杀的 那个人不一定是能打的 那不是开玩笑的 天天喊打喊杀的跑 那到时候比别人都快 能知道能打不能打 那是多么冷静的 都经过多么仔细的评估过的 那没评估的就那么乱放炮 不都是这样子吗 组织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子吧 有工作经验的都知道 这就是马 马收益 就这里 大家上网去查 这照片也是网络上 扣下来的 反正都有了 当时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了 这附近也有 他的那个杨贵妃的坟 在那个地方了 法家也讲 法家讲什么 一 我们以前讲过商君书一 法家更简单一 怎么一 农战 我就是这条路 你们大家都跟着我走这条路 就行了 走这条路的就升官 不走这条路的 你就升不了官 法家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韩非 商君书也讲一了 韩非也讲一 立出一空者 齐国无敌 一空就是一孔 一样 这个立没有那么多路可以选 就这一条 因为没得选 就只好拼命走这条路 只有这一条 现在也是因为有很多选择 我可以当医生 我还可以去当工程师 我也可以去教书 我也会江湖卖艺 不一定 我们就是叫做多元社会 和多元社会 大家意见就不一样了 打仗的时候问题是打仗说不能多元 打仗的时候是卖命 打法可以不一样 但是 唯一相同的就是 是要卖命的 打输了就死 打赢了就活 唯一相同的在这个地方 法家也讲一样 我只是在举例子 上下同意 只是各家说法不太一样 老子道德经 我讲道 我这个很简单读一下 以道所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不靠军队 靠军队不行 大家自己回去看 第30章 41章 上世闻道 情而行之 中世闻道 若存若亡 下世闻道 大孝 不孝不足以为道 那什么道啊 这可笑啊 很多人不就这个样子吗 你告诉他 这是最重要的道 他不以为然 你说是道 他说是狗屎 那就没办法 袁绍嘛 袁绍不就是这样子吗 下世闻道 大孝之 袁绍没孝而已 但袁绍听的都是下世的 他自己就是下世 田丰 祖寿都比他强 可是没办法 我有好意见 可是我的领导者不听 那也没办法 以道立天下 其鬼不神 故失道而后 得失德后人 老子里面也特别 治国 要用道来立天下 那当然道是什么意思 在老子里面 有老子特别的解释 以后有机会 读老子再说 我这边就不仔细讲了 我就不仔细讲 好 道字很难讲清楚 村子也没讲清楚 讲实在的 村子没有把它讲清楚 他只说道是什么意思 上下同意就是道 不同意就不是道 那我们举例子来说 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是 孙子兵法里面 很难学的一个东西 就是道 我刚才讲说 那个例 然后这个是道 很难学 后面那些诡诈的事情 反而好办 而且只有诡诈 没有道 不会成功 我们待会看例子 就会知道 这是左传 鲁昭公七年的一段话 当然重点在最后面 说下四月 甲城 说日又 时之 日时发生了 敬猴问于 士文伯曰 谁将当日时 谁会受到影响 对约 鲁为二支 他说鲁跟魏 这两个国家 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魏大 魏小 魏国 受的货 比较大 魏比较小 那 静就问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样子 苏文伯对约 去魏地 如鲁地 于是有灾 鲁时受之 去离开魏 这个地方 到鲁这个地方去 于是有灾 有了灾祸 鲁呢 就要受到他的这一个 这个渔祸 其大的祸 魏军乎 大的灾 是落在魏军的 这一个身上 他的判断是这个样子 魏将尚清 要由尚清来承担 这个这个罪过 那 静文侯就问了 是所谓 彼日而时 于和不张 者和也 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 什么地方不好 这个大神就说了 不善政之谓也 不善政 不能办好政事 我们有一个候选人 叫善政 这个 取这个名字 应该是有学问的 走段里面有这两个字 善政 孟子里面也有 对不对 读过都知道 国无政 国家没有善政 不用善 不用善人 则自取 则 于日月之灾 自己就会受到日月的 这一个日时 月时的这个灾祸 故政不可不胜 也这个政要很谨慎 误三而已 政治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责任 你要找好多人 来帮你的忙 你不要找一些混蛋 你找了赵糕 你就完了 秦始皇就用错一个赵糕 这么英明的人 最后为什么犯这个错 而且李师为什么上当 李师是被骗的 李师本来没有要 跟赵糕去同谋 责任 挑对人 挑错了 你就完了 你要找到好的人 不是随便找一个 阿狗阿猫 都可以去当总经理 董事长 第二月 英明 英明之所利而利之 对人民要有好处 不是对你有好处 都对你有好处 对人没有好处 你就完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现在的政策 有多少是英明 所利而利之 还是 应别人的利 第三 三约 从十 顺四十 过去 这个因为是两千多年前 农业社会这个十很重要 该种田的时候就得种田 该收割的时候要收割 你不种田的有饭吃吗 因为是农业社会 跟现在不太一样 该收割了 要成熟了 你不收割烂的稻子这个麦都死在田里面的不完了吗 他说政治要做三件事情不多 这三件事情做对了 你就有道了 你没做对你就没有道 简单讲就这个意思 我是在举例子说明 道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看庞太宗 当时李渊起兵的时候 随朝末年群雄并起 总共有多少个 不算李世民李渊有22个 这个在清堂书旧堂书都有 因为我把这些人的传 旧堂书的这些传 我看了好几遍 因为一直在想 为什么最后是李世民成功 为什么不是别人 对不对 为什么是他 同样的你们也可以问 为什么是刘邦 而不是陈胜吴广 第一个起兵的不是陈胜吴广吗 那为什么成功的不是他 陈胜吴广用管理的话 行销的话 叫做市场的先行者 对不对 first mover 行销里面说 我第一个先抢入这个市场 先建立我的品牌 结果建立品牌都没赢 最后输了 那也就是说 first mover是不是一定会赢 不一定 这边有22个 有杨选感 李密 消险 神法 李子通 朱灿 高开道 流黑套 那么多人 这个旧堂书 写的 我觉得蛮故意的 他每一个赚到最后 这些人到最后 说他哪一年骑兵 哪一年完蛋 前后 五年 六年 一时很短 你别以为六年很长 很快就过了 那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行 为什么不行 他们是笨蛋吗 他们不会打仗吗 会啊 很多很厉害啊 我这个 我后面局 这个因为赚太多 我没办法每一个都秀出来 给大家看啊 自己回去找新堂书 旧堂书 把这几个传 看一看啊 我会挑几句话出来 给各位看 那些不合道的那些施政 是什么 你们想一想看啊 李世民身边有谁 房玄 林渡如 毁大家都知道 后面还有魏征 对不对 打仗的还有李静 李姬 秦淑宝 玉慈 静德 有文有物 通通都有 人才还不止这几个了 我只列几个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 你们去看看 那其他的人 旁边有这么些人吗 为什么没有 这很奇怪 为什么人才都跑到这边去了 那意思是说 另外22堆都是废物 废物大集合 为什么 这没办法讲啊 就像刘邦 为什么那 那个汉初三节都去刘邦那里去了 为什么不只去两节 那么留一个给项羽嘛 或者只去一个 为什么三个都去了呢 萧和 张良 韩信 对不对 就靠这三个嘛 那不是没有其他 还有啊 还有陈平啊 楼静 还有很多人啊 不是只有这三个啊 那为什么聪明的人都去刘邦那里去了 为什么这个聪明的能干的都去李世民那里去了 讲简单的你不行啊 你交的朋友就也不行了 这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你只有50分吧 你交的朋友就是30分40分的获设嘛 当然我们这个做不了大事就算了 可是你要做那个最上面的那一个你就不行 你没有90分你就不能混 你没90分你旁边的都30分的行吗 能成大事吗 成不了大事啊 那问题就来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行 所以先检讨自己不检讨别人啊 儒家都是这样 老师以前上课也一再交代 你们自己回去好好修养自己 一定要养自己的德 你们一定要懂得怎么容忍 20岁的时候怎么听得懂 杀乎乎的人不太懂 对不对 现在年龄大了 回头想一想 真的有道理 就是这样 没错 把这个书读一读 真的就是这样 你没那个德 你没那个本事 别人不会跟你在一起 没搞头嘛 跟你在一起一定输 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我当然要跟成功的在一起啊 我韩信跟那个必然打败仗的人在一起 那我韩信混什么 对不对 好 我们后面看一下 其他的人的一些不合道的这一些作为啊 所以李世民的优点在哪里啊 稍微这个当然都不止了啊 大概列举一下 他能够包容各方的人才 像魏征原先不是他手下的 是那个太子 手下的 最后李世民也把他吸收过来 没有因为他是 我兄弟的啊 当年魏征还想要把李世民干掉的 李世民还是用了 没有因为他跟我作对 我就不要他 没有这样 这很难啊 这个就跟这个 齐桓公用管仲是一样的 管仲是暗算他的那一个人啊 躲在路边射一件 射在他的腰带上 要是偏一寸不就完了吗 要射到肚子上不就死了 结果齐桓公还可以用他 这很困啊 这个想想看这个心里面的那一个纠结 他能够克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李世民也是一样啊 说包容没有那么容易了 一般人实在是做不到 第二个他能够用这有能力的人 第三个 李世民自己可以带兵打仗 刘邦还不行 刘邦在这方面还不如李世民啊 大家去看一下 高祖本纪就知道 他打仗没有那么厉害 他要靠韩信 还要靠张良替他出主意 可是李世民是可以自己亲自带兵打仗 我就是三军总司令 文的武的我都行 这个是很少的 在历史上这样子的人是不多的 非常少 策略判断很准的 这个没办法讲啊 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他的本纪就知道 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 所谓策略判断精准的意思是说 我们策略选择的时候通常是面对 鱼跟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做选择就很困难 如果只有这一条路 不是鱼就是熊掌 那没什么选择 我就去追求 可是通常是有两个 两个里面又各有优缺点 我要选哪一个 我的策略选哪一个 选对了我就赢了 选错了我就输 策略选择困难在这里啊 如果都那么好选的话 那随便选嘛 就是难选 在难选的时候 我对这个事情判断的很精准 这个很难 真的非常困难 你去看他打仗的时候 哇 有的人说这样打 有的人说这样打 李世民说 这样这样 为什么这样 他就讲一个道理 最后他对 打也打赢了 那就证明他选择是对的嘛 他没打输 打输的是他选择不对 可是他打赢了 这就是选择 最后治国的时候 正观正要 这个正观之志 大家都知道 这不用我多说 也可以看正观正要这本书 好 我们看后面 这几个例子 看看其他人乱搞的例子 朱灿 举一个例子 千禧无常 去则焚粮子毁成锅 他离开这个地方了 就把粮草烧了 把臣给他毁了 又不误驾舍 又不去种田 以劫略为业 就抢 就靠抢劫 于是百姓大累 使者如鸡 人多相识 取婴儿 争而淡之 把小孩子当肉吃 那这样的人怎么会成功 这就无道 我们说什么是道 你是明明做这种事 对不对 做这个事情是无道 你怎么拿人肉当饭吃 他不会成功 看起来很凶悍 但是最后不会成功 神法心 专利威行 将士有小过 便及诸禄 而言笑自若 将士解体 有小过 他就怎么样 就随便杀人 你以为杀人 别人就会害怕 他言笑自若 无所谓 可是怎么样 将士解体 整个崩盘 等到威胁来了 大家不打了 你怎么办 窦建德 杀勇将王福宝 他把一个 他最能干的一个大将杀 杀了以后打仗都输了 杨玄赶 他的爸爸杨树 随朝的大臣 非常重要的大臣 他最早起兵 密招李密 来帮他出主意 李密也是非常聪明 绝顶的人 大家去看他的传 随庸帝很有意思 李密本来是 在随庸帝周边的 很多数位中间的一个 有一次随庸帝 看到李密 他就把旁边的大臣 找来 这个人是谁 旁边告诉他 是叫李密 这个人 瞻事异常 瞻就是前瞻的瞻 是就是看的那个是 瞻事异常 学阳帝不是笨蛋 他看到李密 这个人就知道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他就不要这个人 摆在他的身边 杨树就叫他回家 去这个读书 李密就走了 也很高兴 你不要算了 拉倒 他就骑个牛 把汉书挂在牛角上面 就自己骑着牛 那个时候没有宝马 可以开 就骑着牛背上读书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杨悬赶要起兵的时候 给他三册 三海关的三册打错了 是那个三 高三的三 给他三册 上册是派兵堵住三海关 让隋阳帝的军队回不来 因为隋阳帝带兵去打朝鲜 我把三海关堵住 他回不来 你就崩盘了 第二个 我这怎么办 赶快带兵直接打到关中去 抢这个首都的位置 第三个 在中原纠缠不休 跟别人打仗 结果杨悬赶 取的是什么 下策 这很奇怪啊 你又要第一个起来造反 结果你选择 又是一个最烂的决策 为什么 造反是很危险的事情 造反不是开玩笑的 以前造反要杀头的 为什么选一个烂策略 这不是很怪异吗 又要冒险 又做一个笨事 没法解释 这没办法解释 杨悬赶后来成功了没有 没有 可是李密自己也没成功啊 荒谬的是在这里 李密知道打仗绝对不要停留在 中原就是河南这个地方 洛阳 因为洛阳是东都在河南 那边有很多仓库 里面都是米 结果抢到仓库了 大家有吃饱饭的话 就不途进去 李密后来也犯这个毛病 这问题是李密那么聪明 为什么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 他帮别人出主意有三策 怎么自己做的时候也取下策 这也没办法解释 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 就我说聪明是维持三天 还是三个月 还是三年 还是三个小时 可能那三小时 就是你人生最聪明的时候 就过了这三小时就完了 一生笨蛋 李密就这样 那么聪明的人 最后你们去看他最后 又投降 投降了以后又很害怕 这个李渊不相信他 又要去造反 结果又被抓了 又被砍了 这个简直是乱七八糟 这个要自己看 因为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转去 把他讲清楚 高开道 有勇意走急奔马 他跑得好快 跟马一样 怎么得了 我们跑得过马吗 不行啊 高开道可以啊 但是最后是被降降 降降害了他 因为高开道身边 这个 这个 养 那个时候流行养一个特别精锐的部队在身边 结果那些那些部队啊 就害他的人就把那些部队啊就请他们吃饭喝酒 把他们都灌醉了 然后把他们兵器都藏起来 所以等到他们动手的时候 那时候这一些人 这些清兵 哇 一死之间找不到武器 也没办法打仗 高开道 最后自杀 先把自己老婆砍了 然后自杀 刘黑塔 你看 无赖四九号赌博 骁勇善战啊 很会打仗啊 不是笨蛋啊 多奸诈 可是奸诈有没有成 不是奸诈就一定成了 历史的教训 不是奸诈就一定成 没有到 不行 李世民没那么奸诈 杜芙威 养敢死之士五千人 作战时 如果发现 打完仗 我背后有伤就干掉 就表示你要逃亡 所以背后有伤 那背后有伤不一定是逃啊 打仗的时候 难免被人家的后面 他的兵冲到我后面 砍我一刀 我没有逃啊 我是往前冲太快了 奋勇作战 结果被人家背后 划了一刀 对不对 这些人 奇怪怪的想法很多 可是最后都没成功 我是在举这些例子 22个 没有都举 因为太多了 没有办法 我举这么多历史的 例子的目的 就在说明什么叫做道 你没有那个道 你就很麻烦 你就很可能不会成功 所以说这些22个群雄 有的是很勇武善战 但是没有远略 没有策略 有的人生性多疑 但是杀人残暴 有的人领导 无方 内部矛盾 有的人经常投降 反复叛慢 因为当时突厥 北方的突厥很强 所以在边疆上的 一下子投降突厥 一下子投降唐朝 投降唐朝了 又不放心 又想投降突厥 投降突厥了以后 又想投降唐朝 搞来搞去 搞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 最后都完蛋 什么都不是 我是在举例子 这些人大概的这些行为模式 是这个样子 后面克劳沙维斯就说 我本来想说 大家比一下 他的战争论 德国人 跟孙子兵法有什么差别 这个我看再说了 这个先先跳过去了 国家要强调这个道 管理也有这个 波特大家知道吧 哈佛大学教授 台湾曾经找他来演讲过 那个费用非常高 钻石理论 武力分析 竞争优势 听过吧 波特提出来的 钻石理论是讲国家 为什么他的意思在解释 为什么有的国家 竞争优势比较高 他会成功 有的 比较弱 我是在解释说 大家都在找这个道 什么是道 我掌握这个原则 我就比较容易可以成功 那波特讲什么呢 国家为什么会发展 第一个 要素 秉赋 他主要是指这个土地 有没有资源 有没有 钱 有没有劳力 教育水准 国家的基础建设 好不好 如果有这些基本的条件 那这个企业 比较容易发展 我这个国家里面 又有石油 又有天然气 要黄金 有黄金 要铁矿 有铁矿 要稀土 有稀土 那我不是条件很好吗 那如果你这国家里面 什么都没有 只有沙漠 沙漠下面又没有石油 你怎么办 那就很悲惨 这没办法 你就长了实在这块地 那你要怎么办呢 有的国家穷 有的国家富裕 有很多自然的条件 第二个 需求条件 他的意思是说 国内的市场是不是够大 如果国内市场够大 我先把国内市场做起来 我就是一个大公司了 比如说美国 因为他 很大 我在美国可以称霸 我在世界上大概也可以称霸 那当然有的公司 不一定是如此 小国家也有大公司 雀巢 在瑞士 瑞士很小 但是他也有 当然他就只能有个零星的一两家大公司 不能像美国有很多大公司 这就做不到了 菲利普也不是美国 但是不多 这种公司就不多了 这是战士理论的图 这个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出来了 看一看就可以了 第三个 你厂商的本身的战略结构跟竞争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企业本身 有没有那个动力 想要去追求 我变成一家大公司 因为有的公司不见得愿意 我这小规模经营 吃饱肚子就好了 我干嘛要那么辛苦 把公司搞那么大 在美国搞大了以后 还要跑到国外去 全球去竞争 我累死了 我可能个性上就不愿意这样搞 那有的人觉得 这好 这个才有意思 我就是追求成功 我的公司就是要全球最大 那你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那当然你要有你的这个竞争力 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根本不想 那就算了 我就做一个中小企业 也不错了 能赚点钱可以了 第四个 相关周边的资源产业 供应链有没有 用现在的话来讲 供应链 美国不是要重组供应链吗 就表示他的供应链 不够 就是说一个优势产业 不只是单独一家公司存在 它是有很多相关的 强势的产业 是一起合作的 上下游完整的供应链存在 不能只靠一家公司 那个是不行的 美国企业外移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 外移的 很早就外移 所以那些公司的老板就游说政府 游说参众两院 放松对企业的管制 让他们可以到海外投资 那是很早就开始 1980年代 然后再过来是因为 美国的金融业很强 靠金融赚钱太容易了 大家不想认识吗 经营工厂多辛苦啊 要找土地盖厂房买设备 管劳工很累人的事情啊 我靠金融买卖一下几千亿就赚了 多简单啊 干嘛要那么辛苦呢 容易的钱赚 习惯了 你就没有办法做辛苦的事情了 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 台湾股票上一次高峰是在一万两千五百点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有一些同事 辞掉工作不干了 干嘛 炒股票去 这个钱多好赚啊 干嘛每天上班啊 拿那么一点点薪水 我想的好几十年前了 拿个两万五 觉得我一天之内可能就赚了两万五 我干嘛要辛苦三十天才拿两万五 容易的钱赚惯了 辛苦的钱就做不了了 大家都想做梦嘛 我就记当时有两个同事就不干了 超股票 后来到底有没有赚钱 我不知道 所以要有一个产业的供应店存在 来支援这一个企业 第五个政府 政府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这个有很大的争论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一样 美国的政府 共和党跟民主党不一样 共和党认为小政府 不要管太多 因为共和党是有钱人 有钱人就不希望管 你管多了 我钱怎么赚 那民主党是 原先是这个穷人比较多 穷人当然希望政府管 你要给我福利 要不然我怎么跟这个有钱的人竞争呢 那日本也不一样 各国政府都不太一样 日本政府介入这个企业是非常深的 他的通产审在这个企业发展的策略的制定上 影响力非常大 影响力非常大 直到后来在1985年 美日签广场协议之前 美国人跟日本人谈判 美国人慢慢的发现 日本的这个政府在产业的指导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 这跟美国不太一样 那日本的想法跟美国就不一样 第六个 这个机会 时间天天在往前走 环境会在变化 他说基础科技会有新的发明 传统技术会可能会没落 也可能生产的成本突然提高 石油危机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 我是念大学 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最近今年不是也一样吗 石油涨翻天了 然后金融市场汇率重大变化 汇率跟利率双利都在改变 日子不好过 现在全球的日子都不好过 这个讨论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应该摆在谋这个里面来讨论的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发生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这个金融的局势 市场的需求是不是突然增加 政府的重大的决策是什么 世界上有没有发生战争 有的时候战争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就靠战争 打烂了 大家一起重来 那就看谁死谁活 死的就倒霉 活的 你可能就赚钱 所以老师每一次都说 哎呀 你不要随便去死啊 这个当劣士不行啊 你要当元老啊 这个 有事的时候就赶快躲起来啊 对不对 最后出来收尸啊 因为都当劣士死光了 那么那后面那个好吃的谁去吃啊 发生战争了 战争很多不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自然产生的啊 那是精心计算的结果啊 不是开玩笑的 希特勒达 初年 精心计算过的 对不对 那叫爸爸楼嫂计划 以后 有机会我们会再提到 本来两边签了 这个互不侵犯了 过几年就不承认了 不认账了 就打了 政治上哪有那么多朋友啊 坚如磐石的话能听吗 好 这个说机会是双向啊 对我是机会 对他可能是威胁 对不对 对他是机会 对我就是威胁 总有一方得利 一方 失利 就看你站在哪一方 那就得替自己创造机会 这就没有办法 这叫造势啊 后面这个事就会 会这个 这个说啊 所以说 新的竞争者 获得优势的时候呢 原有的竞争者 可能就丧失了 厂商啊 只有能够满足新的需求 才能够有满足这个机遇 这个机遇来了百年 难遇啊 对不对 能炒股票赚大钱的 是去年如果掌握到机会 就赚很多 没掌握 那只能说你没有 发财的命 没办法 我也没发动啊 好 这个是 讲国家的 这个道啊 企业 大家去看一本书 追求卓越啊 企业也在讲 公司有没有道 还有另外一本书 叫做 追求卓越 也是一样啊 他也提出一些原则 当这个原则 可不可靠 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像 这个 不是这一本啊 是另外那本 那个这个 这个 基业常听的本书 他提出来一些原则 他也根据他的原则 挑了一些企业 说这些企业是模范 是典范 我们要学他 可是过了几天以后 大家发现 他挑出来的企业 有很多垮了 哇 这下麻烦了 为什么我精心挑选的结果 听不起考验呢 他后来另外再写一本书啊 这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啊 当然会出问题吗 因为人 人会出问题 你的企业就得出问题 你上面的那个人 本来是可能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可能退休了 换了一个人 是笨蛋 那你就完了 你能保证你每一个总经理 都是厉害的吗 不一定嘛 皇帝都不行啊 生了三代的儿子都变笨蛋了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原则啊 不一定是真理 但是我要跟各位强调的意思 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 我经营企业就会成功 大家都希望成功嘛 没有人希望我辛辛苦苦的经营的企业 明天就垮掉 创业是不容易的 我们看一下他举出八个特质啊 第一个采取行动 他的意思说我们不能只做计划 会做计划没有用 前面讲经之以武士教之以计 而所齐情做完了 但是没人去执行行吗 不行 有的人很会做paperwork 你要他去做带兵打仗不行 赵瓜不是就这样子吗 只上谈兵 可是真正去打仗完了 所以他说写计划跟实践要合在一起 第二个接近顾客 他说这些企业呢 会向顾客学习提供好的品质服务 是一般企业不能比的 也就是说企业都不能脱离顾客 脱离市场 你脱离顾客 离开市场 你一定失败 因为你不知道顾客到底要什么东西 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这一点他最厉害 他就知道 我们推出了产品 就是顾客需要的 所以Apple Steve Jobs在的时候 从来不做民意调查 不需要 我就清楚你们要什么 我推出来就是你要 那只能说他很厉害 没办法 你不厉害 你天天做民调 调到最后还是输了 还是错了 可口可乐的那个例子就很清楚 可口可乐 推一个新口味 这个案例可能大家都知道 推之前做民调 哎 这个新口味喜不喜欢呢 网花了好几百万了 做调查 喜欢 民意调查都喜欢 可口可乐满怀信心 我推新的口味出来 结果推出来以后 被市场骂翻了 你怎么推这个口味 为什么出问题 因为在做民调的时候 我试喝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叫做可口可乐 你给我一个新口味 OK 可是当你挂上 可口可乐的时候 我说不OK 因为可口可乐 我习惯了就是这个味道 你怎么今天给我一个 不是传统味道的可口可乐 结果可口可乐之后 赶快撤回来 民调有盲点 因为我不能告诉你 这个是我可口可乐要推的 我不能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民调不一定 就像这个大选 民调有的时候经常出错 不是这个样子吗 Steve Jobs不做这个 因为我非常有把握 我推的产品 就是他们要的 那他推的几个确实要 从这个 他的Apple的电脑 苹果二号开始 到他的 这个 那个 iTune 还有这个 取代那个 MP3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那个产品 然后是这个 这个iPad 然后智慧型手机 全部都是消费者喜欢的产品 也不知道为什么 Steve Jobs这么厉害 他就是曹操 他的选择就是对的 他就不是袁绍 不只能这样讲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Steve Jobs的书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他 我们可能学了老半天行销 我还是袁绍 我卖的东西就卖不掉 他没学 他做的选择都对 这很奇怪 这就是追求卓越的本书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第三个 自主和创业的这个精神 那这句话 他说 他们尝试奉行 这个拜伦的第九条戒律 务必要足够错误 意思说 鼓励员工可以犯错 允许犯错 孙子兵法没这句话 打仗不能犯错 犯错就死很多人了 一次仗垮下来 就没有翻本机会 大家想一想 战国时期 第一个称霸的是 魏文侯魏武侯 对不对 旁娟那一场仗 桂林马林打垮了 魏就垮一半 然后那个魏国的公子昂 被商鞅骗 又输一次 又完了 孙子兵法大概不同意这一条 我觉得不同意 犯错 企业里面犯个小错 大错也是不能犯的 犯大错还得了吗 我一下亏好几亿 我公司混什么 第四个 以人为本 人是最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人做出来的 人的脑子里面做出来的 第五个 奉行价值驱动的执行总裁 他的意思就是说 企业的基本哲学最重要 超过技术或经济 组织结构 基本哲学 我经营公司的 基本哲学是什么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基本哲学会不会因时而改变 IBM早期的经营哲学 到后来就改了 有一本书 谁说大象不会跳舞 去找来看 以前IBM上班 都大家都是穿西装 打领带 开会的时候温文儒雅 可是IBM后来就受到 Apple的挑战 有一个广告 Apple的广告叫1984 可以找来看 IBM被打得很惨 IBM的执行长就说 拜托了 以后上班不必穿西装 打领带来 随便拿 穿T恤也可以来 穿胆袖就来了 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 开会有话直说 不必这个温文儒雅 经营哲学 有人说要改 不是永远不改 但是经营哲学很重要 看你有没有这一个哲学 你的基本假设到底是什么 我特别重视员工 还是我重视顾客 还是我重视品质 创新等等 你有一个基本的是什么 第六个坚持本业 不要随便去搞你不懂的事情 你看美国的企业很多 不断扩张 扩张很大 结果一下子后来 遭到问题 买来这个不要了 卖掉 这个也卖掉 又缩回去了 就大家会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企业到底 它可以扩张到多大 它有没有一个极限 超过这个极限 这公司就不行了 就要缩回去 奇异公司多大 现在还称什么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以前不得了的公司 现在有不得了吗 金牙谷里面没有奇异 黄金时代过去了 组织单位 单纯 人事精简 组织系统很简单 不要搞得非常的复杂 后面就会提到 组织结构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 比如说矩阵式组织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可是他们就不赞成 这矩阵式很麻烦 双员领导非常复杂 再过来第八个 宽延并济 既有中央集权 也有个人的自治之间的 这一个平衡 不可能所有的事都中央集权 所有的事情都我规定 那大家就等着老板下命令 那老板不下命令 我就不动了 可是完全自治 那每一个人的想法又不一样 我这公司的目标在哪里 我的策略往什么地方走 这边问题又来了 所以他找出八个原则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什么是道 政治有政治的道 国家有国家的道 这个企业有企业的道 大家总要找到一些 基本的这个原则 因为你心里如果没有原则 你觉得我这个企业 到底要怎么经营 才经营的下去 我心里总要有一把尺带 这些道就是那个尺 我来衡量一下 当然这个道可能会修正 也不一定是真理 你根据他可能成功 你也可能失败 但是我们总希望有一些 这个原则会存在 后面我把这句话讲完 我们就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最后像这个贾博士 就特别强调说 你要去做你有兴趣的事情 做你热爱的 可是这个最困难 以前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说 知识可以传授 兴趣没有办法 我不能规定你的兴趣 你就没兴趣 我能强迫你也没用 你要自己去找 贾博士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那问题是有的人摸索出来 有的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摸索出来 那怎么办 我就搞不清楚 我想了老半天 我还是不清楚 我到底喜欢做什么 就还没想清楚 已经退休了 完了 来不及了 想都来不及了 就只能讲一个原则 你要去做你有兴趣的 你要去做你所热爱的工作 但是你兴趣是什么 你热爱什么 我不能规定 我没办法说 因为我不是你 我只能提这个原则 你得自己去追求 孙子兵法听完了 还是得回去自己念 因为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体会 别人讲再多 没进入你的心里 跟没讲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能 我们在讲的时候 能从国家层次 到企业的层次 到个人的层次 我们都可以把它用上 那当然不是 每一句话 我们都有办法 来做这样的解释 但是希望能够 这个相互的启发 这个这句话 摆在国家的层次 可以怎么想 摆在个人的层次 可以怎么想 那这样子才能够 我们尽可能的活学活用 好 现在大概还有两分钟了 这个有没有问题 或者网路上 有没有这个问题 要可以讨论的 有问题吗 请问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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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 避秋 有问题吗 老师没有问题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一般认为 这个道 就是一个想法 一个理论 它这个允许 所有事情 就是它有一个 它的有一个 它的那个 从中 我们讲 就是它的一个 一个中期的目标 或者是 要去完成 但如果没有这个目标 它 倒不只是一个目标 因为Vision 是一个愿景 我们这个读管里的 有Vision跟Mission 使命 我有一个目标 但是我达到这个目标 我要有一个策略 有了策略 我还要有其他 有策略不够 因为我想 比如说 我要采取垂直整合的方式 达到 还是我要采取 多角化的策略 来达到 但是 我这个策略的背后 就有很多问题来了 我组织结构 要长什么样子 因为不同的结构 有不同的问题 不断组织结构 我有没有 足够的钞票 对不对 要有钱 我有没有人才 我有没有相关的技术 在供应链来讲 我能不能卡进 供应链里面 占据一个位置 这个 丘景很熟 你知道 我一定要卡进供应链 就是说 这供应链 比如说 它的公司做PCB 我能够在这个 这一个印刷电路板里面 占有一定的位置 然后可以进入 不管是PC产业 或者是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做手机 我还要能卡位卡进去 我又是卡不进去 没用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 这个愿景 Vision 也不只是一个Mission 它后面 有了这个之后 后面就要有策略 有组织 等等 一连串的问题 全部都出来了 就像村子兵法也讲 他为什么要 一下要讲 这个旌旗 一下讲这个金骨 组织要有分化 部队 要怎么样 最后要执行 我有了道之后 我得执行 我不执行 不会有结果 前面的计划很好 可最后 打仗要靠谁 靠那个匠 所以前面在讲 经之以武士 教之以继 而所其情 这是在讲人的理性 对不对 理性分析 可是等到讲到匠的时候 他讲的是什么 匠的条件 拿五个 自信人勇言 这是什么 人性 想想看 是不是比较接近人性 意思是说 这我的解读了 你要能成功 前面要有理性 后面要加什么 要加人性 两个都得有 你只有理性 不行 你带兵 很多是很人性 西方讨论 领导的时候 然后就有很多 就是说 这个 领导到底是 因为他们的思考逻辑 跟我们不太一样 美国有两个大学 一个说领导很重要的是 这个 关怀 关怀重要 另外一个大学 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个大学 二海二还是什么一个大学 另外一个说 不是 规范比较重要 组织里面到底哪个重要 是规范重要 还是关怀重要 在他们不可以 有A就不能有B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因为我是根据假设推出来的 所以后面假设不一样 推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我们 听这种问题 两个都重要 怎么会有哪一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可以只有规范 没有关怀吗 行不行 不行 所以为什么 我说后面那是将是人性 后面我们会举到例子 那个武器怎么样 带兵那时候 那个军队 那个兵的脚上有龙 他不是替他吸龙吗 对他妈妈听了以后就大哭 别人就问为什么要哭啊 你看大将对你儿子那么好 他就是因为对我儿子好 所以我才哭啊 他爸爸就这样死的 因为吸了龙 有下次打仗的时候 他就冲锋不选种啊 不选种就是不会往后跑啊 所以两个都重要 前面讲理性 道天地将法 讲理性分析 自信任勇言 讲人性 理性加人性 这是我对 孙子兵法的 这个 这个解读 为什么这样说 孙子 为什么这样说 前面讲道天地将法 后面讲自信任勇言 理性加人性 自信任勇言 全部都是跟人有关嘛 我实际在执行的时候 就跟人有关啊 前面计划的时候是 坐在屋子里面写paper啊 那后面执行的时候 就是那个刚才那本书 讲的第一条啊 对不对 不只是写paper 后面要有人实践 那本书为什么这样写 他就是说因为 他说美国的企业 企业很多啊 很多公司都在 很会写paper 那些什么MBA 做出来的都会写paper啊 那写完paper以后 事情没人做 那不写完了跟白写一样 所以他会那样子写 是因为 现实的状况 是那个样子 会写paper 但不会实践 最初问题 这个是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想法了啊 还有其他问题吗 什么 哦有福报 没有到的话会散续 哦 如果没有到 无到 不看你做做什么事啊 你如果是那个 一般人 无到 可能还是可以活得 八九十岁死啊 可是那个最上面那个领导 好像不太行 没有到会垮的会很难看 你看后来 我刚才讲的那个 二十二个 下场都很惨啊 不是打仗被杀 或者投降被砍 或者被叛军所杀 那个我记得是高开道 哪一个都很惨啊 那叛军 他没有办法最后就 上城楼 哇先喝酒 喝完酒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先砍了 砍完了以后自己死 没一个好 萧贤也是萧贤 他是这个后 梁的后代 五代的那个 这个前面那个 梁唐靖汉 是梁的后代 所以 别人来推举他 说因为你是梁的后代 所以你有名望 你比较适合领导 他也听得很爽 哇 你看我 别人都说我适合当这个 这个皇帝的命 他我印象里没错 他只当六年 就完了 他没什么领导能力 后来他的军队都不听他的 他把军队解散了 没想要解散了 北方的军队就打进来了 他临时再去招来不及了 别人说你有皇帝命的时候 小心一点 你不见得有皇帝命 听起来很爽 我也希望 可是这种希望通常不会兑现 99%不会兑现 说你是富翁的命 也大概也不会兑现 到现在都没发财 没有这回事 我们想象的是 这个我觉得孙子兵法 是要大家不要幻想 读完了以后 请你不要幻想 你的幻想都不会兑现 那是我们以为 但是以为的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我以为我会打胜仗 结果你就打败 你以为你聪明的 那个比你还聪明 你比较没比较对 你比错了 OK 好那今天 先到这里好不好 因为已经 中庸 我看一下好不好 什么中庸的 中庸的 中庸的概念 孙子兵法里面有 自三件事情 自心自弃自力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自心会有中庸的概念 先修自己的心 先修自己的心 这个没修好 我就前面讲说 那个道 你要先把自己的心修好 你的心要是没有修好 我刚才说 我要去引诱别人 希望他上当 可是别人引诱你的时候 你不能上当 你不上当 你的心没有修好 你会不上当吗 很容易上当吗 打仗说 现在这个方法可能不行了 以前打仗的时候都怎么样 哇 故意把这个金银财宝丢得满地都是 把这个牛赶的 牛马赶的满山 遍野 哇 敌人军队一看不得了 有这么多好处 抢去抢这些东西就忘了打仗 完了 看到金银财宝不动心 我觉得你面前丢了一百两黄金 你要不要 这跟中庸火关 修养 成义振兴 有没有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庸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要置心 我们以后后面会提到 OK 现在简单回答一下 好不好 已经超过十分钟了 好 今天到这里 下礼拜再说 大家全体力 我们谢谢吴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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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